好的,我们来看第二课 第二课呢,我们进一步来探讨那六个格的问题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学第一遍格 首先回顾一下什么是格 格呢,是下面这三种词性 名词、形容词、还有代词 他们在一个句子里面承担的不同的角色 那么我们用一个句子来看一看这六个格中间的五个 读一读看,叫 Magister Librium Platonis Dedit Disciples Privatore Studio 怎么看呢,下面的英文有翻译 你基本上一个词一个词可以对下来 上面的Magister就是下面的The Teacher 再提醒一句,这个拉丁语里面并没有The 所以在你翻译的时候你需要去斟酌 是否要把The给带上去 然后Librium Librium不是下面的Give 而是这里的A Book A Book Librium 同样这个语言里面也没有A没有Angean的不定贯词 那么你也需要自己去斟酌,是否要加上去 谁的书 Platonis,这个并不难猜 这里是Earth Plato Dedit Dedit不是我们本课的重点 这是动词,也就是这里的Give Desquiplees 我们上一次课有学过Desquiplees Desquiplees Desquiplaes Desquiplees 这里呢 To the students 并不仅仅是students 是To the students 怎么合作 Trivatore Studio Privatore 猜一猜 对应什么 Personal Personal 有没有想到例如我们的Private 在往后面看Studio 这个并不难猜 后面的Study 不过 连在一块并不是Personal Study 而是For their Personal Study 好,我们来看一下各自的格 第一个是Magistre Magistre Teacher 它是什么 它是这个句子的主语 所以用主格 Nominative case 第二个词是Librum Librum是给出的那个东西 这是宾语 宾语的话 我们用宾格 直接给出的东西 这个被称为直接宾语 接下来 Platonis Platonis是Earth Plato 表示一种属于的关系 所属的关系 那么这是属格 Ninative 怎么会看 Dedit 跳过去 这是我们的动词部分 不讲 Desquiplees Desquiplees Tudor Students 把这本书给了谁 这个Tudor Students 会称为间接宾语 间接宾语 用语格 语格 然后最难的可能是最后这一个 Privatore Studio Privatore Studio For Personal Study 这是一个我们所谓的 目的性的状语 目的性的状语 那么 状语成分 我们通常 用到的是 夺格 也就是 Ablative Case Ablative 所以整个这句话里面 其实 五个格都出现了 就只差一个 谁呢 互格没有 这句话里并没有说 老师啊 或者怎么样 然后我们再来每一个格多举几个例子 看看第一个格 主格 Nominative 我们来读读下面的句子 Patter Dormit Patter Dormit 就爸爸在睡觉 那么 你学到了爸爸怎么说 父亲怎么说 Patter 他就是 主格 如果你有兴趣 你也可以去记 睡觉怎么说 叫做Dormit 不过 动词部分 不是本科重点 Matter Amblat Matter 你可以列个表 是吧 把这些家庭成员 都写在一块 爸爸叫Patter 妈妈叫Matter Amblat 散步 Perry Vritent Perry The Children 这不是一个孩子 而是一群孩子 可以稍微 写一下 到目前为止出现的家庭成员 比如说Patter 比如Matter 比如Poo A 我们先写着 小心 这个地方是一个 复数版的 Boys 或者Children Kaiser Kaiser Vidget Kaiser Kaiser 然后说Vidget 看见 Puella Pukra Est 这是另外一种句型 Puella 女孩 我们可以接着往下走 Puella 如果说这个指的是Todern 或者是Boys 这个就是一个女生 Girl 这是爸爸 这是妈妈 Puk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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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 是漂亮 形容词 形容词 Est Est 是对应这里 Ease 也就是 一个女孩 或者一个女孩 很漂亮 那么 在这里的话 我们看一下 它的格的问题 前面的四个句子 主语都是主格 然后到这个地方 主格 有两个词 Puella 还是主语 没有问题 但后面的Pukra 这个形容词 也仍然是主格 Est 被称为什么呢 被称为 联系动词 或者简称为细动词 那么 这个句子里面 Puella 主语 Est 联系动词 再加上一个 所谓的表语 或者叫主语的普足语 那么 这个主语的普足语 和Puella 这两个词 它们的格是一样的 系动词 前后联系的两个词 它们的格是一样的 如果从词尾上来看 你能看得到 这里它都是一样的词尾 对吧 这个是A 然后这里也是A 往后看 Pater Bonus Est 这回是 爸爸是个好爸爸 怎么样写呢 Pater 又用一个 Est 把前后连起来 所以 Pater是主格 后面的Bonus 这个好 也是 主格 可能一会问说 这两个怎么长得不一样呢 刚才不是 主格 主格 不应该 长得是一样的 这个词尾吗 因为这两个词 属于不同的 变革类型 这个我们以后再去说 看第二个 所谓 见得起的 属格 In nominate Patrice In nominate Patrice 那么 在这三个词里面 谁是属格的词呢 看后面的英文翻译 In the name of father In the name of father 所以 在后面 of father Patrice 是属格形式 我们也可以把它再写一写 主格 是Pater 然后 属格 叫做 Patrice 属格 我可以标一下 这个地方是它的 主格 这里是它的一个 属格 你会发现 现在就是把中间的A去掉 然后再加上一个 is 至于dominate 是什么格 我们后面会讲到 Works Matrix WorksMatrix 对应后面 voice of the mother 所以 of the mother Matrix 属格 Patrice Matrix 我们接着玩下去 ludi perrorum ludi perrorum of the boys 所以这里的 数格是 perrorum 除此之外 boys 加了个s 所以这是 复数的数格 这里是 peri 变成了 perrorum 就是这个问题 往下走 Statua Kaiser 的意思 那这个怎么看 后面的 of Kaiser 所以后面这个地方 才是它的数格形式 你看它这里是 is 这里是 is 这里还是 is 这三者变化是一样的 往后看 pater peri peri pater peri 后面的翻译是 of the girl 所以 puella 是它的数格形式 pue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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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变化 就不太一样了 对吧 前面是 is is 的变化 而到这个地方 变成了一个i 才是它的数格形式 因为它们属于 不同的变革类型 而这种变革类型 就用puella 到puella 的变革类型 是第一变革 也是我们今天 后面要学到的 这种东西 再看 pater puella 刚才是一个女孩的爸爸 就是一群女孩的爸爸 所以 这个数格 也要是分数量的 有单数的数格 也有负数的数格 pue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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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后看 叫做 opita patrii opita patrii 怎么看这个事 the tongues of the country 所以后面 of the country 是它的数格形式 也就是这里的 patrii 你会发现 也是i的一个结尾 也是i的一个结尾 往后看 master master diskiply master diskiply matter matter diskiply of the students 所以 diskiply 这里是 数格 我们也可以再写写 我们也可以再写写 diskiply 正是它的数格形式 你会发现这个数格也是我们前面没有遇到过的 是吧 它的后面是个i 我们到目前为止遇到的比如单数部分我们看到有is的这种情况 有i的这种情况 有i的这三种情况 除此之外我们还碰到两个复数吧 一个是 orm 一个是 arm 往后看 matter diskiply diskiply 那么这个地方是 一群 一群 学生的妈妈 后面有一个orm的词位 再来看 ano domini ano domini 其实这个挺常用的 我们的公元后怎么说 叫ano domini 如果从字面上来看 ano是year 而后面的domini 是of the lord 主的 为主的年 domini 后面还是i的词位 跟这里的diskiply i是一样的 由此也可以告诉你 他们俩属于 可能是相同的变革类型 然后 memoria wiri memoria wiri 后面的of the hero 所以wiri 是数个 那么后面 仍然是一个 i的结尾 好 看第三个歌 叫做 语歌 也就是 间接 兵语 对吧 间接兵语 那么句子就变得 比刚才的 可能要难一点了 per proverium dicket patri 我们来看看 它是怎么翻的 the boy 对应前面 per 所以 单数的 男生 你也知道 复数的是 peri 单数是 p er 也不难猜 对吧 你把后面的 词位的i 去掉 就变成单数 或者说 加上一个i 就把单数 变成复数 per 说 那男生怎么样 perverbium perverbium a proverb 真言 然后 dicket 这是动词 tales 最后 to the father patri patri 那么to the father 这是我们的 间接兵语 patri 我们可以接着往后面 走 比如说 主歌是pater 主歌patri 然后 dative 语歌 patri 看第二个 pater pero dona data pater 父亲 是吧 pater 我们看后面的翻译 to the boy 这个是 这个 语歌 间接 兵语 pero 然后 dona dona 这个是什么 gifts gifts 礼物 最后 dat 给出 gifts gifts 除此之外 你也可以看得到 从句子的 这个 词序上来说 词序上来说 英文给出的是 足语 位于动词 兵语 然后兵语的话呢 这里是 接兵语先 然后间接兵语再后 那么 在这地方 它拉丁文的词序是 足语 然后是 间接兵语 直接兵语 然后把动词 喜欢甩到最后去 词序上 位略微有些不太一样 看一下一个 mutter peris dona dat 这回是 给了一群男生 如果是给一个男生 pero 给一群男生 peris peris 怎么好看 mihi sunt fandi mihi sunt fandi mihi 这是 给我 to me for me 所以我说字面上翻译是 for me for me 这是个人称 代词的 语歌 在这之前 比如说 patri 比如说 peri 比如说 peris 这都是名词的 语歌 而这里是一个代词语歌 给我 然后sunt 对应这里的 they are they are 之后 fandi estis 那么 这个地方的话 我有 你会发现 它有一种表达 叫做 他们 是我的 或者他们 属于我 for me they 怎么怎么样 for me they are 我们以后 也会学习 我们有那个 有那个词 叫做 haveo 所以要表达 是我的 我们有两种不同的表达 要么用一个 我有 haveo 要么是这样一个形式 他们是属于我的 类似于这样一个情况 然后来看 我的名字是什么 叫做 mihi normen est mihi 属于我 然后 normen 对应这里的 name normen 然后再往后走 est 这里的 is is 好 这是 这个 如果 按照我们一般的理解的话 好像 我的名字 应该用 属格 应该用个 my name 才对 但在这里 用的是一个 语格形式 属于的 for me 而不是 my for me name 意思 来看 第四个歌 叫做 宾格 accusative 直接 宾语 用它 读多句子 per patriem with that per patriem with them so this is father father这个地方 是它的宾格形式 我们也可以继续把这个表格往下做 patris 在这个地方 patri 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宾格 accusative 也不下了 把后面这个擦了 嗯 然后 patrim patrim with that 那又是 看到了 往后走 pater perm wokat permwokat 诶 这回的话 是 um 我们还可以接着往后面 往下写 诶 看到马爷了哈 往后走 这里的 pater perm pater 往后面走 看到了 这个 男孩 而不是看男孩 应该是 wokat 这个是喊 cause 接下来 per audit matrim audit 听 这些简单的动词 如果你有兴趣 也可以记一记 with it 看到 wokat 喊 audit 听 听到谁 matrim patrim matrim 好 我们也可以稍微写一下 matrim 往后面看 pater where is donar dat 这个词 这个句子在我们前面 基本上也 有类似的 但是这一次呢 我们的重心放在 donar上面 这是它的 负数形式 然后 负数的 accusative 宾格 donar donar 然后你会觉得 我们有些女生 是不是也可以取这样的一个名字呢 donar 对吧 原意是 礼物 往后走 第五个 第五个 夺格 可能这个是里面最难的一个 最难的一个 我们来看看下面的句子 pater loudis doket peros mutter mutter 然后loudis loudis with games 这是我们的一个方式状语 with games 用什么样的形式 用游戏的形式 所以 中语成分 它就是我们的 多个 多做的多 然后 doket doket 教导 这里的 teaches peros 叫谁 教孩子们 教孩子们 用这个东西来教孩子们 所以 多文一句 这里的peros 这是什么歌啊 peros 这是什么歌啊 教导孩子们 这是我们的 binger binger peros very better 这里有来一个 复数版的 pueros 往后看 pater serum donis delectat pater 祖格 爸爸 然后 serum 这是 binger servant donis donis with gifts with gifts 所以 这个是我们的 方式 状语 applative 在这 with gifts delectat 取悦 delights 怎么好看 pater bono animal est bono animal bono bono 是good animo 是mood 不过 这个并不是 爸爸是好心情 而是 爸爸是 在一个好心情里 因此 这个地方 bono amino 是我们的 这个 多个 往后 往后 petrus cum patre amblat petrus 彼得 Peter 然后 cum 与谁 一起 一个戒字 cum with 然后 patre patre 这就是我们的语歌 它仍然是一个方式的状语 它是怎么散步的 是跟着 它的爸爸一块 散步的 那么中药语成分 这里 往后走 in opido in the town in the town 再借字in的后面 借字in的后面 opido town 往后走 hierme nautai nong navigant or navigant navigant 怎么看这个诗 hierme 如果翻译之后来 我们要说in winter 只是在这个句子里面 好像并没有出现in 是吧 并没有出现这里的in 那么这里的hierme winter 就是我们的 多个 多个 在冬天 在冬天 而不仅仅是一个冬天的事 nautai 对于这里的 sailers non navig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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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nautai是什么格呢 你看后面的 sailers 东西 这是主语 主格 复数版的主格 所以 一个水手叫做nauta 把后面的h nauta 一群叫做nauta 反正你会有点印象 说 它的鼠格是不是长得也是这个样子 没错 没错 这个i 既可以是主格的负数 也可以是鼠格 包括 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 我们一会会有专门的表格来看 non navigant 现在你学会了 如果说not non 很简单 navigant 这里是sail 有没有想到比如一个英文词 navigator navigation 往后走 然后说到如果是一本拉丁语的书 比如论什么什么 或者是关于什么什么 我们前面一般加个d 然后后面呢 再加上一个 这个 夺格的内容 我们再看他写的另外一本书 也是凯撒的叫内战级 叫做de bello kivili de bello kivili 那么kivili 现在就是sivo bello 还是我 往后走 第六个歌 叫做hug 我们看看他是有哪些例句 make amike mei 说mark mark make amike 也是 也是hug 谁的 我的 mei 我的 domine deus meus domine 主 这里的lord 直接呼 domine deus deus 神 神 然后meus 我的神 好好看 fecisti fecisti nos acte domine et cor nostrum in creatum donec recreascate inte 好了 这句话够难的 我们只要求你找到其中的hug 那这道不是难事 比如fecisti nos acte 对你前面这一句子 you created us for you 不管它 不管它 这里面如果要展开的话太麻烦了 domine all lord google 在这儿 at and 然后 cor nostrum 我们的心 然后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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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看下面一个点是关于戒词 戒词我们以后会专门来讨论这里给出几个例子 让你大概找找感觉 通常呢一个戒词后面会有一个特定的格 跟它相配 在英文里面的话 在英文里面的话 一个戒词后面都是冰格的 比如说in me from me upon me on me 都是冰格 但是这个语言里头可不一定都是加冰格 而且还会有一个戒词带有不同格的情况 不同格 它的意思还不太一样 我们来看看它给出的这三个词 而且有个词其实有两种不同情形 ad ad 加上的是accusative 冰格 意思是到哪里去 比如说到房子里去 advillam 我可以稍微写一下 advillam 这里的villa是房子 加上了这个之后 变成了房子的这个冰格 ad后面要加冰格 所以到房里去 com com 加 applative com 加上一个 这个 夺格 使之变成一个 这个 方式的状 或者说是 与谁谁谁一道 com 加上一个 夺格 接下来i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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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点麻烦了 它有两种格可以加 如果你加上的是夺格 比如说 in patria 那么就是在自己的祖国里 in the motherland patria 也就是在英文里面你能不能找到一些别的词呢 比如说爱国者 啊 这是第一种情况 在某个里面加的是多格 而如果加的是宾格 in patria 那就变成了朝着某个地方去 多少有点像我们的art这个用法 因此这也提示你一个借词可能有不同的格 它不同的格还分别不同的意思 好我们来看今天课程的第三个要点 也是最后一个要点 关于第一变格 第一变格 所谓的变格呢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为一些套路 套路 他这里说的是一个范式 说education is a paradigm 一个范式 你可以想象的就是套路 我们的 这个 呃 名词有五种不同的变形的套路 今天我们学的是第一套 然后这第一套呢也被称为 这个 R型变格 R型变格 为什么是R型变格 你马上就会看到 然后大多数的第一变格或者R型变格呢 都被称为 这个 不是 都是 阴性的词 这里我们给出两个例子 两个例子 一个是agricola 不过agricola其实是个例外 agricola是一个阳性的词 只不过它是按照第一变格来变的 来看这个变格表 第一个词是Rose Ro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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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下读 Ro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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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共六个格 六个格 然后你会发现有些其实是词尾是一样的 比如说 Rosa 已经能找到三个 因此 你并不能够完全通过词尾来判定它是哪个格在有些时候 然后 然后 genitive和dative 书格跟语格也是一样 Rosa Accusative 这个倒是比较容易暴露 Rosa 诶 看到语格 嗯 大概是个Wingo吧 往后走 Ro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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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复数版的部分 比如我们的词尾是 I 比如 Arm Is As I 和 Is 你也知道了我们所谓变革是怎么回事 有不变的部分 是吧 总体来说 前面的 Rosa 都不变 变的是后面的部分 R I Am A Arm Is As I 这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曲折语语 作为 拉丁语一个高度曲折的语言 它的词形的变化 再往后看 Agricola 你可以两者对比起来看 然后 Farmer再一次提醒 它是一个阳性的名词 我们有一些古代的这些职业 这些职业呢 他们 虽然长了一个 这个R型变革的样子 但是他们都是 这个 其实都是阳性的名词 比如这里的 Agricola 比如说 诗人 Poeta 还有包括刚才我们遇到过的 Nauta 水手 来看 Agricola Agriclai Agriclai Agriclam Agric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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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两双对比起来看的话 诗位是一样的 我本来每双对比一下 他们对比一下 disorder I artwork Is us is us I is 没问题 没问题 都是一样 思维变化形式是相同的 那么这两个就属于同一种变革类型 我们今天学的第一变革也叫R型变革 为什么是R 你自己看吧 主格单数是以R来结尾 主格单数以R来结尾 然后我们把这些词尾单独的列一遍 单独的列一遍 R I I am R I arm is as I could 多用 多熟悉 我们来看他给出的一些实际的句子 我们来读一读 翻译翻译 Ankila in Villa Est Villa in Roma Est Roma in Europa Est 很简单的三个句子 虽然下面的字表并没有给出你它的意思 但是实际上不难猜 Ankila 可能这个稍微陌生一点 女奴 我们在上一次课也有预见过 女奴在哪儿 In Villa Est 在房子里 多问一句 这里的Villa是什么格 我们回到刚才讲戒子的地方 In后面有两种情况 对吧 要么加多格表示在什么什么里 要么加宾格表示朝着某个方向去 那么这里 Villa 是多格 Ankila in Villa Est Villa in Roma Est 而且房子在哪儿呢 房子在罗马 接着接着问 罗马在哪儿啊 Roma in Europa Est 这里的 Europa 不难猜吗 Odo 第二 Nauta in Taberna Est Nauta 一个水手 在哪儿 在管子里 酒馆里 Taberna Taberna in Gallia Est 说这个管子在哪儿呢 管子在高鲁 Galia In Gallia Est Villa in Europa Est 高鲁又在哪儿呢 高鲁在欧洲 Agricola in Siwa Est Siwa in Siwa Est Agricola 一个农民 农民 In Siwa Siwa是树林 说一个农民在树林里 而树林在哪儿 Siwa in Siwa Est So Siwa这个树林在中国 Sini's 中国 往后看 Rosa None in Siwa Est None None Not 说 玫瑰啊 None in Siwa Est 不是在树林里 Zed in Villa Zed But But In Villa 在房子里 Poeta Est In Via Appia We are Appia None in Gallia Est Sed in Italia Poeta Agricola Nota 这三 都是我们的阿星面格里面的特例 阿星面格里 阳性 Poeta 诗人 Est in Via Apia 在哪儿 在这个叫Apia的大街上 We are 是街 We are Appia None in Gallia Est 说 这条街 它并不是在高楼 Zed in Italia 而是在意大利 Tue一个练子 叫做Bat 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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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们来读一读看 Puella Amat Descipla Magistra Docket Ubi Sunt Witted Ou Eta Fabla Narrat Exercitatio Exercise 来看 第一个 还希望你能够通过后面的英文翻译来帮助你猜这个名字或者是代词或者如果有形容词的话也可以猜形容词 它的格是什么格 我来看第一个 Auri Sacra Famis Auri Sacra Famis 如果你的化学还没忘光的话 你大概也能猜得到 Auri 就是金 你看 金的化学符号是AU 所以来自于它的拉丁文 The accursed hunger of gold of gold 那么这里的金的话是什么格呢 Earth gold Earth gold 是属格的形式 能够猜一猜后面这两个词分别是什么吗 比如说Sacra是什么 Accused Accused 然后 Famis Famis 比如我们的Farming 是吧 饥荒 来自于 这个地方 然后Hunger Famis Famis 往后走 Cree Protest Cree Protest 那么这里要问的是Cree 是什么格呢 For whom Is it profitable For whom For whom 为了什么 为了什么 原因 壮语 那么这里是一个这个多格的情况 接下来 De Gustibus Non Disputandum est 很难的一句话 很难的一句话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来谈一谈这个词 Gustibus 它是什么格 在Ded的后面 About的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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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putand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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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什么格 它是什么格 其实这个词 如果你看看后面的有一个Tandum 或者Andum 的话 我们翻回到前面去 上一次课 知识点的最后那个点 Andum 在三个名词形式里面 你能找得到Andum的 在这儿 你能找得到Andum 这是一个所谓的动名词 动名词 也就是那个Discussion 是吧 好,往后走 Fortuna Est Kaika 说这个财富是盲目的 那么Fortuna 这个很简单 组格形式 Guta Kawatt Lapidem 我们看两个词 一个是Guta 一个是Lapidem Guta 跟前面的水滴 Drop 这里是水滴石川的意思 后面的Lapidem Lapidem 石头 这个是什么格呢 Lapidem 通过英文的翻译 你能够确定它是一个Bingo 就是Bing 再来 Inhok Signal 啊,不是Signal 叫做Signal Signal Inhok Signal Wing Case In 所谓 This sign In This sign 在这样一个标志里 You will win 那么 这里是什么呢 在什么什么里 In 我们今天学的 它有两种情况 是吧 要么接多格 要么接哪格 那么在什么什么里 这是我们的多格的情况 Hook 一个指示 代词 This 不过这个地方是作为指示行动词来用 Wingkiss You win Modo Norime tangere Norime tangere 那么这里 只分析这个词 Me Touch me not 简单 Bingo Tangere To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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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这里是一个to touch 掩格上来说 好 再往后看 K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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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应这里的 Everyman Everyman 一个代词 然后 East Farbet Farbet Maker 然后 Sue 对应这里的 His 那么 His 这个是什么呢 什么格呢 一个代词的 一个代词的 数格形式 接下来 Fortun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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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啊 不是Fortune 而是OfFortune OfFortune OfFortune 还是一个数格的形式 咱们后看 Remedium Eri Est Mora 治疗 这个愤怒最好的办法就是等爱 Remedium 比如 英文的 这个 Remedy 是吧 Remedy 那么 Remedium 这个是 什么呢 什么格呢 看后面 The Cure OfHunger 意思 这是我们的主格 然后后面呢 Eri Eri OfHunger 啊 OfHunger 不好意思 OfHunger 那么 这是 我们的 这个 树格 OfHunger S 对应这个意思 最后 Mora Mora 等待 最后 Timeo Danaos I fear The Greeks 那么 我们只分析后面的Danaos 根据下面的翻译 应该是 冰格 这是我怕的 怕谁 怕 那些 希腊人 希腊人 叫Danaos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些翻译 这里是说 Agricola Carpet Rosa Carpet 灾 灾 所以就是 Naga 我们可以加个Z 前面 Naga 这个 农民 摘 那朵玫瑰 或者是 这朵玫瑰 Rosa 我们再回过头去看一下 这里是 Am 1234 第四格 那么就是 1234 accusative 冰格形式 Rosa Agricola Dat Rosa Puella Agricola 读于 那个农民 怎么样呢 Dat Give Give 在这里是 第三个农充 Gives 给 给出的谁 给出的 直接兵渝 Rosa 跟什么一样 它 那一朵 玫瑰 给了谁 Puella Puella 间接兵渝 把它给了 一个女孩 Puella 来自于我们的 这个地方 Dative Dative 这个地方,I的结尾 再往后看 agricoli,carpunt,rosas 这回复述来了 agricoli,A变成了I,变成了复述 那些农民们,carpunt,carpit,变成carpunt 这不是我们本科的重点 我们看,rosas 原来是一朵,叫做rosam 现在是很多很多,叫rosas 我们再回过头去看一下 原来是一朵rosam 现在变成了很多rosas 这叫复述版的宾格 咱们后面走 是要agricoli,dant,rosas,fuelis agricoli 说那些农民,dant 前面,一个农民给,叫做dant 很多很多农民给,叫dant rosas,rosas跟上面一样 直接冰语 给了谁,fuelis 刚才是给一个女生,叫做fueli 就是一群fuelis 我们再来查一下,是不是这样 看这也行 是吧 lis,lis dative,间接冰冰 再往后面看 如果你有些其他学员学习的经验的话 你猜也猜得到 这就是那个thanks,对吧 比如我们的,gratias,gratias 哦,天哪 那么,这里面,如果要说thanks 光有一个thanks还不够 还得加一个agate 原语是does,所以是does,thanks does,thanks quella agricola agricola,这里是quella quella,gratias agit agricola 说他感谢 感谢 那个农民 然后再来看下一个 如果是一群呢 fueli 复数的女孩子们 把这里少一个l fueli 好,最后一个练习 很不错 很不错 算了,一会儿在这里管它 回来 gratias agunt 那么也是这些 要加一个du在后面 agunt agricola 就是一群农民 一群农民 好,最后一个练习 这个练习呢 还是跟以前一样 不要选你把每一个词都 能够说得那么清楚 但是 我希望通过这样一些 你不是完全说得清楚的东西 通过英文来帮助你 逐渐地 或者是迅速地积累一些认识 在英文的帮助之下 其实 有很多事情你是干得出来的 又是一首圣诗圣歌 叫 sauwe regina sauwe regina sauwe regina 万福 圣母 或者万福 这个 玛利亚别行 后面的 regina 是圣母的意思 呃 我们往后 这个 对 我们往后面接着说 sauwe regina 对应下面的 heil holy queen regina 是queen 往后面看 sauwe regina 又来 heil holy queen regina queen 多论一句 这里的regina 是什么歌 是主歌吗 他说万福圣母啊 其实是一个呼歌来的 marten misericordiae marten 今天学的东西 母亲 往下面接着对 是吧 然后是of mercy 能让你感觉这是什么歌 数歌对吧 mercy 然后 其实你找到一个比如miserable misery 然后再加上一个心 cordiae 心 对应下面的of mercy 接下来 vita duquedo duquedo at space nostra vita 有没有想到比如vita vita 对应下面的life duquedo duquedo sweetness 甜蜜 甜蜜 然后at at and and 可以再学一个连词 我们今天学了一个连词了 叫sade 还记得吗 答应你有这样的笔记啊 sade 这个是but 果然有点问题 写不出来啊 算了 这里的and 对应 这儿的at at and 然后space space hope 最后 nostra hour nostra hour 那么 从翻译上来 来说 你也不难猜出 nostra 这是我们的指数歌形式 sade 又来一遍 heal heal 再往后面看 ate clamamus exiles filly heal why 怎么看 ad t ad 对于这里的to t 对于这里的z 你 还是那句话 上次我们谈到过 英文 现代英文如理用 you的话呢 不能很好地体现出是单数还是复数的问题 所以他用了一个比较古老的英语的形式 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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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呼喊,we cry 这里有个exiles 对应下面的 banished 然后filly sons 它翻译到children sons,filly haywire earve eve 夏娃 但是是earve eve,所以haywire 这里是我们今天学的第一变歌的 数 得 再往后看 acte suspiramus acte suspiramus 那么 又来个 acte tothi suspiramus 然后 gamentes at flamentes 有三个东西 那么这里对应的signs 这里的 signs 嘆息 这里的morning 和这里的weeping 这里的weeping 对应这三个词 然后是in hack lacrimalum vale 怎么看 in 对应这个in hack 对应这里this lacrimalum of tears 这也是我们今天你可以学的东西吧 对吧 adum 我们放回去看 adum 复数的 数个 复数的数个 然后 v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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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ry 也不难猜到 对 也不难猜到 vary 还有这句话 在目前为止不要求把每个词每个词都理解的那么透彻 但是我希望你能够看到这个语法能够做不少事情 ia ergo ia 是turn 然后ergo 是zen 接下来 advokta nostra advokta nostra nostra 那么 advokta 对应下面的 advo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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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是 nostra 又跟我们有关 往后走 elos dors misericordes misericordes scuros ad nos converte 怎么看 elos 这是一个 这个 指示的 代词 指示代词 往后走 tors sein sein 你的 你的 misericordes 跟我们刚才有遇到过 是吧 那个mercy 前面这个地方的mercy 在这儿 misericordiai 这里是 misericordes 也就是下面这个 mercy oklos oklos 对应下面的眼睛 eyes adn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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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是 adte 在这儿 adte adte 是to you to be 那这回 adnos to us tow us tow us as 然后 converte converte turn 转向我们 接下来 et jesum benedictum fructum ventris tui 怎么看呢 et 刚才没有学啊 and 对吧 jesum jesum 来自于这里的Jesus jesus 不过 这里是他的一个冰格情况 benedictum 这个词我们上面遇见过 之前那里面遇见过 这算是在圣诗里面非常常见的词 所谓的blessed 蒙福的 fructum fruit 其实这一句话在我们上一个 上一篇那个诗里面说 都有 wentris 还是子宫 子宫 wom wom wentris tui 谁的 你的 dai 你的 dai 其实你这个地方如果想想学一点点古代的 或者是 这个 稍微古代一点的英语的话也是 可以记得好几个词 比如说你的 指代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 也是 dai 也是一个 你的 但是这个跟他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数量上 还有 这个 数上 是不太一样的 这个是一个单数的 来 接下来 jesus 然后我们这里 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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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蒙福的 或者是被赐福的 fruit of 果实 然后是什么的果实 子宫的果实 也就是 耶稣 接下来 nobis post hawk exilium ostende nobis 又跟我们有关 nobis 所谓的 unto us unto us nobis h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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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wk hawk 又是一个 this 然后 这里是 post 是after after after 下来 接下来 exilium exilium ex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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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ste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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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w show ostende show unto us 然后这个ostende 其实是一个 歧视语气 然后最后一行 o clemens o pia o dukis virko maria o clemens o clement o clement o pia o loving o dukis o sweet 这个词 dukis 在我们前面曾经出现过 在 在 那个 这 在这 dukido 这里的是sweetness 在这 sweetness dukido 然后这里是 这个 dukis dukis sweet virko virgin 然后 maria mary virgin mary 如果你有兴趣呢 你也可以去搜一搜它有没有中文版 是吧 有没有中文版 我估计应该是搜得出来了 那么 以上就是这一刻的全部的内容 还是一句话 最后这一块 每一次的第三块 并不是要求把所有的东西你都能够解释得很清楚 但是你在逐渐的积累 包括看到更多的原文 啊 能够逐渐的逐渐的增加一些了解和对这个语言的感觉 ok 第三第二个就到这里了 那下一次我们来谈一谈动词的入门话题 下次见 拜拜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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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